聊數碼新聞動態談行業內容 哈囉大家好 我是劍哥 歡迎來到這期的劍哥說 我們來看看有哪些好玩的事吧 第一件事是關於英特爾的13代酷瑞 根據湯洱洱的編輯劉志業的報導 你看這名字一看就是個中文名字 就是當時把我這個37970 EVO PLUS 從中文翻譯成英文的那個編輯 他寫了一篇文章 說有一位叫這個的用戶 他發現了似乎是英特爾13代 叫猛禽湖Raptor Lake的一個 第一個基準測試 顯示是有24個核心 32個線程 算下就是8個大核16個小核 參考下i9-12910K的話是8個大核8個小核 嗯 大核上面沒有提升 小核有提升 這應該是個非常早期的測試 所以說測試的性能比較低 看了看這個表格不太具備參考性 主要就是為了解一下規格 Raptor Lake估計是在2020年上市 使用的是與Elder Lake相同的LGA1700插槽 11代酷睿相比10代酷睿的話是性能倒退的 所以說高端產品的話 英特爾和AMD的差距就相差比較大 但是12代酷睿的話 相比11代提升很大 和AMD就互有勝負了 初代銳龍吹的時候呢 Bug巨多 一直到了5代銳龍出來 才算是反超了英特爾 甚至一代產品 它扛過了英特爾10 11 12 三代產品 那現在英特爾13代的規格已經洩漏了 看看AMD後面有啥可以應對的 另外再講一句 12代酷睿還是建議大家用DDR4的內存 因為目前DDR4的內存 屬於花至少3倍的價格 還要享受不如DDR4的性能 你等到高頻的DDR5普及了 你再去用DDR5 還有一點就是 12代酷睿的話 它必須要用Windows 11 雖然Windows 11還是有不少Bug需要修復 因為Win10下它大小盒的調用還是有問題 你千萬不要像這個傳統媒體中關村戰線一樣 它標題寫著12代酷睿遊戲神優在那大吹大吹 結果還是拿著對大小盒調度有問題的Win10在那邊跑 這個實在是吹牛都業餘的可怕 但是現在除了這些傳統媒體 還甜不知耻的會去接一些馬賽克家的推廣 現在稍微有一些節操的自媒體都不去接馬賽克家的推廣 也不去賣馬賽克家的產品 當然還是有極少部分的沒有節操的它就是在賣 所以說這些傳統媒體實在是太呵呵了 特別是有家傳統媒體 是有官方背景的 它甚至說它那個報名都是某知名人士提的 你還接這種推廣 你對得起人家提的這個報名嗎 你比如說20多年前還能寫出十問聯想 這種有一定深度的文章 現在天天都接些什麼活 哎衰敗的太厲害了 那你別說 你去看看京東上稀疏的SN570的宣傳視頻 哎就是找一群傳統媒體在那邊吹它的產品好 哎也算是物以類聚吧 不過有意思啊 稀疏之前一堆辣眼睛的推廣都是熱插科技弄的推廣 哎不過居然稀疏自己的京東視頻 找了一堆傳統媒體 居然沒有找熱插科技來說兩句 哎這邵總好好查查這發生了什麼呢 那說完了13代酷味 馬上來就是CES202 我們來看看AMD、Intel、英偉達會發揮什麼東西 AMD這邊有望去推出Ryzen 6000H高端移動系列 其實說實話 五代最龍的筆記本端的性能還行 但是筆記本的廠家明顯沒有幾家是好做的 就比如說之前我們測試過的3V筆記本 ROG的魔霸5R 5900HX加RX6800M 你看這個參數非常的豪華 還搭載了3000Hz刷新的屏幕 但是它不支持讀寫之兩 除了CSGO 你基本上有啥遊戲能跑到這個屏幕300幀呢 AMD這邊它內存還分單面顆粒雙面顆粒的 也會影響性能 ROG用兩種內存混用 給你來內存也摸個獎 這坑的是 AMD的U 它用不了AX201的WiFi 6網卡 主流的AX200又很缺貨 所以ROG給你來了個 整個連發課的坑粒網卡 時不時就給你來一下斷網什麼的 固態的話 三星PM99UA 雖然性能爛了屌 1萬多的機子用這種級別的固態 有點掉身價 但好歹是比之前的大號U盤 Intel 660P要好吧 所以當時這個機子上 我是嫌於13800收的全新的 做完評測以後 一直降到了12500才把它賣掉 還得幫買家把那個坑爹的連發課網卡 換成Intel的AX200 別提了 被Tony給坑慘了 所以AMD這邊的筆記本 還是得看筆記本廠家的重視程度 你別的不說 華碩AU的筆記本 即使它用的是N卡的話 很多也是不支持獨顯之連的 就很煩 所以AMD這邊路要走還是挺遠的 AMD顯卡這邊 上次見跟我說提到了這個6500XT 大概就是1660 Super級別的顯卡 預計也是1月份推出 不過說實話 AMD顯卡這邊消費者認可度還是差了些 不過比較有意思的是 6600和6600XT 現在支持黑蘋果了 總算是可以不用5700XT去組黑蘋果了 5700XT這卡因為挖礦算力高 價格還是非常誇張的 6700XT目前還是不支持黑蘋果的 再網上就要6800XT 6900XT反而支持的 接著我們來說一說英特爾的CS新品 確定有移動端的12代Coreal的LakeP系列 當然筆記本和台式機一樣 目前主要還是看顯卡 CPU的話相對吸引力沒有那麼大 另外就是這個一直宣傳的ARC的GPU 據稱會先用在筆記本上 其實我們之前也做過英特爾的GD1的獨顯測試 當時吹的深呼氣神了 實際上拿手看一看呢 就是拿11代移動端的核顯改的 理論性能能到個1050 實際上遊戲的優化稀爛 只能玩玩騰訊系的網遊 勉勉強調算是個1030的水平 包括後面要出的台式機的ARC顯卡 一堆人喊有30系顯卡的性能 希望到時候遊戲要稍微優化優化 別搞得跟D11那個稀爛優化 英偉達預測會推出一個移動端的3080Ti 那一些桌面端 所有已經確定的26012G 這個卡我們上都提過 其實它的核心規格已經比較接近2060SUF了 還要會推出的 比如說3090Ti 24GB 308012GB 3070Ti 16GB 那據說也會在1月推出 但最後還是以實際的推出情況為準 以目前的挖礦行情看的話 雖然說國內對此打擊度比較大 甚至有地方都傳言 會對挖礦實行差異電價 但是這個全球算力最近反而增加了不少 所謂的鎖算力的LHR顯卡已經能從一開始的50%鎖算力 現在已經能破壞到70%的算力了 不過說實話 至少中國大陸英偉達的市場部門真的可以解散了 然後重新走一下 你說你在平台上面去開一個賬戶 去宣傳的英美達品牌的 現在被搞的全都在罵你 你甚至被罵的只能開精選人員了 真的 他們搞一個評論抽獎 你評論還得一條一條精選出來才能掛上去 你平 你好好平 哇這個抽獎抽的太累了 這怪誰啊 這不都怪Ludar嗎 最後再說一個好玩的 我們引用國外報導 為了方便觀眾觀看 今天會把英文報導積翻成中文 我發現現在國外網站引用國內的報導 也把中文積翻成英文了 你看這個 國內有的良好記錄的泄密者 熱情市民秒邊怪 這個話說的就讓人哭笑不得 特別是積翻了他這個ID 哎呀不說了 又比如說這個Broad Channel論壇 啥東西 其實就是博版他 就是說某馬塞克加他的AMD顯卡要漲價100-500人民幣 還貼了一個人民幣標註的京東價格 後面括號美元 哎嘿嘿就非常的有意思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不知道你期待或在CES上看到什麼樣的新品呢 歡迎留言大部分跟我們交流 有個觀眾朋友別忘了點個小鈴鐺和點個讚 因為我們是全職人的YouTuber 你們點贊的東西非常重要 如果想要解更多的電腦的資訊 各位網路我微信公眾號 潮玩客CYLK 如果想告別再回答 方便我們潮玩國度數碼 或者TOPSO商品潮玩客 這裡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